主席,各位委员同仁,还有农委会陈主委,各位列席官员,大家午安。 主席,我请主委。 陈主委,请。 主委好,刚刚有委员同仁在关心台回捐赠沙烏地阿拉伯捐款这个问题。 那我是刚刚听了一下,我觉得主委应该必须要说明清楚一点。 尤其是像今天有一些报纸报导,把这一笔钱跟南部的赠沙的款项去做一个相提并论。 然后甚至有些媒体更恶毒的去讲说,这个台回公司,这个负责人怎么样不爱台湾呢? 不爱自己的乡亲呢?那么去爱外国人。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这样子一个手法。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应该要去理清一下。 捐赠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农业发展中心的这个捐款是一个商业行为。 那么赠灾呢,是另外一个我们公益的一个支出。 所以两个不能相提并论。 一个是公司的一个营业的需要,另外一个是基于我们国人爱心的一个表现。 这两件事情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主委应该要做一个理清。 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啊,我说这个,我们他签到农委会我们同意,是基于国家的利益。 基于他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行为。 是,没有错。 我们大家没有人深入去了解,都是看表面上,他为什么要去捐给人家五千万美金。 我刚才解释得很清楚啊。 对不对。 那么日本政府,他们要求日本政府捐多少?八千万嘛。 韩国政府多少? 这个都有一个数字嘛。 所以台北公司呢,常年来从那边获取多少的一个利润嘛。 已经一百多亿了。 一百多亿嘛。 对。 那么往后的这个二十年,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再签下去的话,我们还可以从那边再获取多少的这个利益嘛。 上百亿的。 上百亿嘛。 对。 所以事实上讲明白一点的话,现在台北公司它只不过是哪一个五千万美金去捐取它往后二十五年的一百多亿嘛。 对。 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对台北公司的股东的权益来讲也好。 或者是对他们的一个营运来讲,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人家沙尔利阿拉伯是用低价的天然气。 天然气。 是0.75块美金一个BTU。 对。 市价4块。 沙尔利阿拉伯其他的公司说,为什么我们要补助你这个。 独获这家公司。 然后一半的钱要分给台湾。 对。 所以人家提出来的一个要求。 所以为什么他要去做这样的监证,就是能够让沙国的人说台湾很有诚意,所以他不是白白的享受我们低价的天然气。 刚才几个委员执行,我都把这一点,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同意台湾公司的支持的监证。 好,那接下来我要请教主委,就是现在ECFA这个问题,政府非常积极在进行。 那么我们很担心的,就是ECFA签订了以后,包括现在南部的很多的农民,尤其这次灾货,我们的这个产销失调。 所以有很多的像黄瓜,什么这些农产品的,这个价格都崩盘一样。 所以这个农民对ECFA签订以后,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农业,对我们政府,对农民的这个照顾这个部分,也非常的关心。 那所以我特别的举了两个例子,来给主委参考一下。 第一个就是,当这个1994年,墨西哥跟美国加拿大所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成立了以后,生效了以后呢, 那么造成墨西哥的这个农民事业,它中小企业关门的非常多。 所以,这个协定的生效了以后呢,变成美国的大量的农产品,它的玉米啊,它的棉子啊,它的大米啊,等等这些农产品呢,就是倾向到这个墨西哥去。 那么造成墨西哥,它农民啊,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外来的这些农产品。 所以,往后造成的一个,这个严重的情形呢,就是每年呢,有五十万个人呢,要到墨西哥去打工。 所以,对这样子一个情形呢,我们也是很担心说,假如,我们这个ECFA签订了以后呢,那么大陆的这些农产品,虽然我们政府一再的声明说,绝对不再开放新的农产品进口。 但是,问题是,政府这种抗力啊,能够抗得住一年,两年,三年,或者是五年,十年,这个都是未知数。 所以,对这样子一个情形呢,我们倒是比较担心说,未来我们政府呢,要怎么在这个各方面呢,来协助农民渡过这个难关。 是,包委员,这个是我们最高的决策,从总统院长,都是一再的重申,我们绝对不会再增加,现在所管制的830项,继续管制,这个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情形呢,就是说,我们农产品来讲,台湾的这个水果呢,那么,这个改良技术是全世界有名的。 但是呢,我们去年呢,大陆的水果呢,卖到台湾的这个数量呢,是台湾卖到大陆去的五倍之多。 那去年呢,我们的台湾水果到大陆去呢,事实上已经可以提早享受到零关税了,享受,去年他们是特别嘛,这个让台湾的水果到中国大陆去的话,是零关税的。 但是,纵使是零关税的话,我们台湾的水果卖到大陆去呢,还是卖不过人家,还是卖不过人家。 没报告啊,你刚才提的那个,是他们南瓜,新鲜,新鲜,新鲜的那个水果。 我知道,所以,就是说,大陆是不能进来。 我们现在呢,以能够享受到零关税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条件之下,我们要去跟人家竞争啊,都没有办法竞争的时候。 那我们就很担心说,将来,万一有一天,他们的农产品呢,也是一样,用零关税的,来给我们竞争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跟它竞争。 所以事实上讲起来的话呢,ECFA对工业来讲的话,是一个强心剂了哈。 但是对我们农民,渔民,跟传统的产业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我们会继续信使我们的承诺。 所以我们将近的产值呢,可以,就利多的话,可以增加到八千亿左右。 但是呢,我们这个同样的,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将产值呢,会减少到两千六百多亿。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包括多数都是我们农民的这个权益啊。 所以,事实上,我是希望说,我们将来呢,这个政府啊,在对农民的这些机械的设备啊,它的肥料啊,它的技术啊,它的银行贷款啊,以及运输成本。 我们政府呢,我们政府呢,要提出很多的啊,一个对策,来协助农民啊,渡过这个难关。 是,是。 那这一点,我特别啊,这个给主委拜托啦。 那你应该说。 因为事实上这个灾区的啊,这一些农业啊,可以说是百费待取。 是。 那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说,啊,这个主委呢,您风尘普普的啊,几乎啊,到灾区每一个角落啊,都是去关心到。 是。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非常感谢了。 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关啊,就是我们目前的啊,农产品的生产跟检业管理法。 那么在九十年,六年年初啊,就已经通过了。 那么那个时候政府呢,是希望积极推动产销履历的制度。 那么,以产销履历标章来取代,所谓的啊,这个基因谱。 那么,当然有包括呢,有机跟优良农产品,也必须要有产销履历。 所以那个时候农委会呢,也曾经呢,发下豪雨,希望在一百零四年的时候呢,全面啊,来实施产销履历。 但是,主委好像对这样子一个,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啊,农产品的一个健康的,啊,这样子一个,这个把关的这个措施呢,主委好像也有在做一些调试啊。 我加强,我是加强,不是只是调试,还是加强。 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啊,农民,漁民,他们在做这一些,啊,努力的时候啊,那么,结果我们政府呢,没有办法,啊,去给他认同。 像那个,水产养殖产销履历,啊,这个限制,啊,养殖业,啊,那么,就限制了养殖业,啊,他们在,啊,申请的时候呢,这方面的一个补助。 原来我们,啊,这个,漁业署呢,积极在推动。但是呢,现在,漁民呢,在申请的时候呢,完成的时候呢,哇,漁业署呢,说,我们预算有限啊,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多的这个漁民来申请。 所以只能说,啊,限制在某一个条件之内的漁民,可以呢,来接受政府的一个辅导。 那漁民呢,这个部分,他在做的话,他就要付出啊,他也委托了一些,啊,相关的这些,啊,协会或者是单位呢,去帮他们做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要付钱啊,所以现在变成说,我们政府没有办法来协助他们的时候,这一笔钱变成漁民自己要自套腰包。 所以这个部分啊,我是希望说,我们政府既然是要协助我们,啊,国人的健康,要协助移民去建立这样子一个,产销履历的这样子一个制度的话,我们就应该去贯彻嘛。 对,产销履历,我们继续推动,没有,没有,没有打折扣。 那,为什么我们说还要做其他的? 最重要就是产销履历,它的付出的这个代价比较高,它一定要卖的比较高,农民财核算。 所以我们说,一定是外销厂商它要要求的,一定是我们的通路商要保证价格的,否则的话,因为我跟委员的了解,我产地啊,产销班都跑了,不晓得上百个。 这点我了解。 他们都告诉我,我做了产销履历以后,我卖不到更好的价格。 那这个是我们政府要负责任,所以我们要求,你要办产销履历,你一定要跟通路商讲好,你要负责说。 或者是,你要外销到日本,外销到美国,这样子农民的利益才能保障,而不是盲目的去做。 盲目的做的结果,到最后吃亏的是农民。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已经,既然跟着我们政府的政策,在推动的时候,已经做申请的人,现在RU说这个费用都已经付了,那我们渔业署说,我预算有限啊,我不能全部去接受啊,那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渔业署呢,也要继续的来给他协助啊。 他按照原来的定额给他,他不会减少。 都有,但是现在有一部分,现在署长就知道啊,你现在有一部分,大概有一两百户啊,都没有办法说,收到这个这个我们政府的补助嘛。 他是说这个,还没有经过他核准,他就先做了,先,先,但是我们渔业署呢,我们渔业署的,这个这个承办的这个科长呢,是很称职,很进职,他已经一直在推动了,一直在鼓励了,所以既然他一直在鼓励人家的话,那往后的这些人家做了以后,我们政府也要,要,要,要去负责任嘛。 是,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主委,好不好,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中委员。 好,谢谢。